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去年9月份 手握四周政权的国盟他们就宣布 四个州属将会设立一个名为四周政府 简称SG4的合作小组 并且由前首相马哈迪出任他们的非官方顾问 以协助吸引日本 中国 韩国 中东的投资 四周政府在合作小组成立之后 他们其实沉浸了好一段时间 也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大动作啊 或者是新稿做的 不过来到今天 时隔一年之后啊 SG4他们隆重宣布 这个四周政府合作小组呢 将会成立一家SG4集团的私人有限公司 以共同创造财富 并且由四周评分收益 SG4顾问马哈迪今天记者会上说 吉兰丹 登加楼 吉打和玻璃市四个州属 每个州将会各持有SG4集团私人有限公司 25%的股份 这样一来呢 像玻璃市这样的远远落后的州属 也能够获得收益 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成立 合作也已经开始了 登马就举例说 SG4的公司相信稀土元素就是这家公司 其中一个致富的来源 只是稀土元素并不是均衡的分布在每个州属嘛 有的州属可能比其他州属拥有更多的稀土资源 所以在SG4公司里头 他们就采取平均分配所有收益给四个州属的模式 马哈迪就解释SG4成立这个公司呢 其实并不是说要去跟联邦政府搞对抗 而是为了让没有办法获得跟其他州属相同发展资源 和拨款的国盟四周 也可以获得发展共同享有国家的财富 一当总秘书打击邮丁他就补充 除了稀土 那SG4集团私人有限公司呢 将会专注在五大领域的活动 其中包括基建与物流 贸易与工业 农业与粮食保障 教育与人力资本 以及新营收资源项目 那至于这一家公司是不是已经开始赚钱了呢 打击邮丁说 目前呢 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有投资方加入参与了 生意呢 是还在营运当中的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刚成立的SG4集团私人有限公司 已经有投资方加入了 而登州大臣阿莫三叔里更是进一步透露 如今公司不只是吸引了关联公司的注意 还吸引了来自韩国 日本及中国的企业来洽谈合作 目前他们正在跟有益的公司呢 交涉当中 但他们暂时无法透露更多详情 到底有多少家企业愿意合作 一切都还要等拍板定案之后 他们才会做出相关的宣布 那国盟四周政府成立公司了 准备要大展拳脚 有富同享 不只是要共富贵 国盟的终极目标 当然必须是要共同走进布城 要执政中央了 两天前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已经预告说 一党将会征战来界的沙巴州选举 因为如果国盟和伊斯兰党真的要指整联邦政府的话 伊斯兰党首先就必须先要在沙巴赢得一些席位 加强在沙巴的地位 但是对于伊斯兰党说 要东度征战沙巴州选的这件事 第一个跳出来喊反对的 竟然是国盟的自家盟友 伊斯党的国盟盟友沙巴进步党SAPP主席杨德利 今天透过媒体表示 他们一贯反对全国新政党出战沙巴州选 这次也不例外 也是前沙巴州首长的杨德利认为 全国新政党插足沙巴选举 就等于是在干预沙巴的失误 然而对于沙巴进步党的抗议 伊斯党主席哈迪阿旺很快就有跳出来打脸杨德利说 伊斯党是否会参加沙巴州选 伊党自己会决定不是由其他政党说了算 伊党放话要东度征战沙巴州选举 在一旁看热闹的武统最高理事补爱 他今天就在面子书上贴文嘲笑伊党 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话 还看衰伊斯兰党在沙巴州 恐怕连一席都没有办法拿下巴 不过对于补爱的看衰论 伊卿团长阿末法德利同样是在面子书贴文反讽质问补爱 哎那你们看看你们巫统啊 你们巫统在登加楼在击打在玻璃市又有几个议席呢 巫统在吉兰丹 是啦是有两个议席 但那只够用来立墓碑吧 那是阿末法德利他的反击立场哈 是在阿末法德里的反击 是在往的上下 请记者赞到赞到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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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